美国在明年1月份将迎来川普2.0政府被提名司法部长的人选盖茨意外宣布退出 川普改为提名前佛州总检察长邦迪女性来出任司法部长 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前佛州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11月21号宣布 不再考虑担任司法部长一职 盖茨是川普坚定盟友 在通俄门调查、总统弹劾、2020大选结果争议等问题上 盖茨都力挺川普 他的提名一宣布就引发华盛顿的震荡 虽然争议巨大 但川普和马斯克本周都先后公开力挺盖茨 盖茨在推出声明中说 很明显 我的确认分散了川普万斯过渡团队的注意力 他们有关键工作在身 没有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旷日持久的华盛顿混战中 川普的司法部必须在第一天就位并做好准备 盖茨宣布退出的前一天 他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会晤 还在为司法部长的提名确认而争取支持 当选总统川普在盖茨宣布不到20分钟就发帖回应 他感谢盖茨所做的努力 并祝福他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一切成功 为川普尔兰川普 是一切成功的组成功 的发生 发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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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最最重要的 为什么 所以使命的 特别将会晨成功 成功能够能够成功 做成功 做成功 我愿者 盖茨因涉嫌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而被司法部调查 但检察官没有提出指控 不过 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束 在盖茨获得提名后 一些媒体开始追逐道德委员会有关盖茨的调查报告 其中包括证人证词 盖茨则先行一步辞去了众议员职务 20号 众议院道德委员会以党派划线投票 没有就发布报告达成一致 随着盖茨宣布退出 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盖斯特认为 相关问题可以到此结束 但是盖茨的证人证词却意外泄露给了公众 纽约时报19号率先报道 有骇客非法获得并泄露了盖茨调查的证人证词 其中内容对盖茨不利 至于未来盖茨的去向 有分析认为他不太可能重新回去当众议员 不过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可能会任命他填补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留下的空缺 卢比奥已经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盖茨也可能担任一个不需要参议院确认的职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兰 纽约采访报道